現在這個時期點呢 大家都想要搶買快篩試劑 可是高雄有民眾呢 一大早是跑了三趟藥局 都買不到試劑耶 而且非常奇怪 這是什麼 明明快篩地圖就著名說還有貨 那藥室工會呢 把矛頭是指向了配送的 中華郵政的延遲到貨 可是你知道嗎 現在郵局也要喊冤了 搶買快篩試劑 大排長龍 有人等得失去耐性 還有人騎了個大早 跑了三次卻一再的撲空 三間 跑幾天 兩天 有買到嗎 今天 今天才排到號碼 到底怎麼一回事 民眾前往藥局 買不到快篩試劑 一票人散去 記者直擊藥局的門口 藥室也臨時貼出了告示 8點40分販售先取消了 民眾難以理解 明明快篩的地圖都說還有貨 但到了指定藥局 卻要等到中午過後才買得到 藥師擔心民眾撲空火大 也貼出了上午十點再來店詢問 很難買 因為每家店都排很久 因為我們是上班族啊 可以的話 有時間就盡量來拍拍看 今天十二點半才收到貨 一半的藥局都沒有收到 有一半以上沒有收到 藥師工會把矛頭指向了郵局配送延遲 原本前一個晚上就會配送到貨 這樣隔天的上午就可以供貨 但從五月一號開始 中華郵政卻不再從前晚就到貨 才會讓民眾一再地撲空 但郵局一聽大喊願望 快捷郵件大部分就是八九點就出班 那出班郵件有五樓頭 五樓位 郵局強調快篩試劑都在每天的下午 送到郵件處理中心 當晚禮貨 隔天的上午才會開始配送 因為配送有先後的順序 才會造成藥局收到的時間不一 絕對沒有延遲 疫情升溫讓快篩試劑的需求大增 意外引爆了民眾的怒火 一種從柳文發 高雄報導